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今天会成立这个人民县议会呢 我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为什么 因为在屏东各地有很多的公共议题 有这个居住争议 有公平争议 有环境问题 那我们没有看到县政府有什么作为 说最依法行政的屏东县政府 口口声声说他们是最依法行政的屏东县政府 我们却没有看到你有任何依法行政的问题 来我给大家问一下 屏东县政府有依法行政 有 对 属性就是无 因为没有我们才有这场人民县议会的成立大会 就在三年外前 这间热热洋机场 湘湘都出现 当时呢 他行政的时候呢 并不是说他要去街中 他当时行政的时候 说他要建国 要炙国 还要炙典 结果有一个 鸡也没有炙国 还没有炙典 到现在变什么 变是鸡 我告诉大家说 他如何为何 这五个鸡庭 为做一会 我们有看到 这都圆起来 这就是规划 管制务呈国 医法行政 这个 违法 这个抵触中央的迅务法 这不行 五个鸡庭 要故意做一个 罪名 五个鸡庭要有五个出入口 但是他好像独特这个出入口 他好像独特一个出入口 五个鸡庭要有五个放入口 他并没有五个放入口 后边好像一个放入口 结果当时呢 环保局 环保局的两个鸡庭 有限定要检测空气 糟糕不平静了 结果日水稿里 可能两只四个鸡 就是像这样 这都在限定里面 我跟各位说 这五个鸡庭 全保有法 是怎样 他没有独特的电党 他没有五个出入口 他没有五个放入口 而且他的空气 这每一条 都装十八支的电党 所以说出来 八十几支的电党 都说出来 变成一个气流 那个气流是多简单 房间都是非常看的 他有时候 他如果开始白风吹的时候 他是炒尾到外面白死了 东江七月十六月 管制务员 对大家的说明说是要听 同意乎 同意乎 他是在一年前就同意了 结果他都没处理 一年前也有听同意乎 他没作为听 要听同意乎 连一个公文都没有 一场公文都没有让我们认识说 要听同意乎 还是没同意乎 会知道呢 四五点 塞两家外出 切上手的钢区 切上手的钢区 警察呢 钓买一百个啦 说要听同意乎 警察要钓到一百个 啊再来呢 我们公务处定 就开始一个一个 把没同意乎设计说 今天我们外出已经出来了啦 不可能 说这样就 听同意乎就可以了 你们这些没同意乎 要给他一个交代啦 说 我给你们参照啦 这里有同意书啦 你们如果签下 我万两礼拜啦 啊你们如果不要签 我就马上处理啦 啊那时候的外出已经在我们家的后边 啊 切上手的钢区也在我们家的门口 所以已经有好了 切上手的钢区 他要叫我开门我没来 大家想看看 今天你如果要听同意乎 有需要钓八十个 只一百个警察跟工作人员 而且是三户而已 三户的同意乎 以为的才五点 一直把我们乞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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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五点 请各位官民喔 大家想看看 管政府说的 啊他们出来说明的 我们的干部处理 叫我们的干部处理 说白菜 他说处理 谁叫处理 处理的是说 要听同意乎到没同意乎 当然是他是我在含他说 他说杨森森你不同意 我就要把你处理 啊我呢 我的家旅边 这边都是不同意乎 所以没需要他说 他说什么要处理 同意乎到没同意乎 我们选择一项 你管政府不要做 我们自己来做 我们自己来做 所以呢 我们绝对 新秉公公所 杰山公公所 丘旧町公所 我去拜访他们的 统顶顶 我不管他这种 我说没有我们来做一个团 我们做团来去一间一间的 你把他幽製 来把幽製 减拜托 看起来跟他两者对吧 但是我们这些有礼貌 来拜托怎么 来帮你改革 要如何不要把这 汇水把牌拿下方法 除了这样在新秉 我们这些社区 我们每个人都是 我心 合作 一个人去检计 会去用泄漏个资 如果是一群人 如果是看社区 所以他们做成一个社区的顺略 结果我们这样 很辛苦 一年两年 拜托樊博拳 叫做会来配合 靠电话叫他来鸡茶 六葱三 我们都知道 你靠去说 明天才要搞 一点前才要搞 来的时候 那些水都冠冠起来了 结果今年发生一个状况 我们这样一间一间拜托 后来 各位看 我们来这水 新秉有一个叫双鱼盒 这里都塞水 对吗 这跟九年 年底委已经都是这水 大家十五年 不能看过清洗水 但今年我们这样 整个都拜托 后来 包括环博士的鸡茶队 还跟我们配合 帮忙做列馆 各位啊 我们现在 如果回去有能开车 经过神秘去建光川 他的生命祈念馆在旁边 去看这条银 现在这种天气气 我保证你手架 就去洗手 我们创造屏东第一条 救回来的河川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 你手头有好几亿的预算 你手下那么多的人 结果你整屏 你来屏东 做三年的外国庁 你创造哪一条河流干净了 哪一条 这一张 这已经十年了 在万丹 地永如渣 到现在 还剩三分级没有移走 旁边有火红果果龙 都跟我说 他很害怕 他不知道怎么办 这些全部搞 这些的都是恶势力 很多背后都是议员 最大后面连我都不敢追 上次我还把录音公开 还是要到我家拜访 还有这一张 这前阵子访聊很有名的 就是那一个 也是一个预言 在做了一个事业非需物的东西 他旁边的下风出的渔民 他的五花蜜 他就在臭屁 我当天20号跟检察官去采样 那一挖开那个味道 你能在那边站10分钟 我就跟你说 你的依法行政我依你 我们的管政府 为了为了所有人饮水安全 他应该说70岁 为了做水源水浸保护后 目的就是要为了我们的水浸安全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管政府 从来 讨论一间 都有的工程 以我们的 泰山 来设立 我们提出两个诉求 第一个诉求就是要求 丁农管政府 踢销无心农具工厂 在我们高丘泰山的环品到建造 第二个就是要求丁农管政府 说到这个饮用水的取水口一定距离 其实我们今天大人站出来 是为了小朋友 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屏东县很幸运我们有一个墾丁国家公园 有非常美丽的山跟海 在夏都旁边有一块很漂亮的绿色大草地 那个地方很适合小朋友在那边奔跑 然后家庭在那边玩游戏 伴野餐活动 可是坪东县政府 非常的猪脑 我不知道他们的眼光怎么会这么烂 他们跟交通部联手导弹 要把那块草地 开长破度挖一条大马路 整个海景都毁掉之后 还要带来空气污染 垃圾跟污水 我们觉得这是非常没有脑的规划 台湾景观一流 肯定真的不输国外 可是我们的县政府 突然我们只有一流景观 但只有三流政府